大家好,我是Jobana 首先我要广告一下我自己的料理节目 在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 有新的美食与调酒清单 那这些都是在这三年来 我自己研发出来的一些新的一些创意的料理 然后大部分都是很简单的 可以用你手边的食材就可以做的 然后线上第一道是冷冻葱油饼 变身鹅仔煎的 或者意大利披萨 那这个YouTube的影片连结 你可以在我的底下的资讯栏可以看到 NFTNYC在上周结束 然后我有蛮多感想的 因为刚好现在这一年 2023年可能就是区块链 似乎都被AI的光芒给盖住了 因为所有的人之前都在讲区块链 然后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讲AI 然后我看了很多的展览去了一些派体 然后这一集还有就讲到一句子 就是Weekend的新歌 是AI做的 但这不是真的是Weekend做的 是AI模拟它的人生的 然后这个是在 就是在前两天 在晚上半夜三点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醒过来 就滑一滑手机 然后上推特 FreeLaw它就有在Twitter Space上面 大概有一千多个人都在听呢 因为它说哇FreeLaw是谁啊 它是Angel Investor 然后它自己也是有名的音乐人啊 对于AI的感觉勒 在 尤其是在我去了MOMA MOMA这个秀勒 现在有延长时间 所以如果你在纽约的话 你还可以去看 因为我的一整个感想就是 因为整个生成艺术勒 然后到整个区块链的应用 它都会让我想到说 因为很有趣就是 如果你有听我上一集 或者你如果没有 你也可以找我上一集来听 就是整个演算艺术 它让我感觉上 其实就是一个 你结合了区块链跟AI啊 然后就变成了NFT了 所以NFT今年 我又有一个新的解释 因为每一年 似乎都会蹦出来一个新解释 那今年的解释就是 原来NFT 也等于是AI加区块链 因为现在蛮多项目 就是直接都是用 演算艺术去生成的 头像项目也好 或者是一些 一些超写实啊 一些你 但当然这个 但它的真力 当然也就越来越大 因为很有趣的一个 我的一个观察就是 AI和区块链 刚好就是中心化跟去中心化 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 但是你运用到NFT上面呢 却是把这两样 去中心化跟中心化结合在一起 NFT可以用AI演算艺术 做成作品 上架到中心化的 二级市场与交易所 那么依此类推 虚拟货币 可以去中心化 但是NFT并不能 NFT可以存在你的钱包啦 但是NFT你如果要有二级市场 你要拿出来买 或者你要拿去抵押 把它变现 变成一个真的 就是你可以拿来 当成一个投资的项目的时候 那它就是一个中心化的产物 然后我也去了一些讲座 包含RNET也有办啦 然后一些 算是在行业当中 蛮有名的一些演算艺术家都有去喔 那还是底下的观众 还是很多人不知道NFT是什么啊 然后甚至也还是很多人举手就讲 说他说我买NFT就是为了 那张JPi的版权 但是立刻就被讲者打断 他说你买JPi并没有它的版权喔 那会有这种很混淆的观念 主要是来自于最早期的一些项目 尤其像无聊猴啊 Board Ape 因为它是可以让猴主拥有著作权的 还有这么多的一些part 我去了蛮多party啊 对我来讲NFT 在娱乐产业跟纯艺术界 应该是不会死啦 因为还蛮热络的 尤其是纯艺术界 像以TESOL为主要的一个链来做的一些 做一些艺术品 等于你做一个NFT的版本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受 尤其受一些艺术家的欢迎 尤其是摄影师 OpenSea已经就 OK OpenSea当然它有它自己的问题啦 但是TESOL 现在还有很多就是以TESOL为概念 尤其是很多是 因为TESOL它标榜的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environmental friendly啊 那它是 它是比较低 低gas fee啊 然后它又是比较 标榜环保 那它在 它也比较瘦一些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音乐圈了 像那个One-off啊 也都是用那个TESOL 所以咧 对于很多 很多艺术家来讲 这个时候 与其说要 转战场 不如说就是转快链呢 那当然就是在 当然Sundercore 他们也有很多的项目就是 就是等于是说 还是很多人还是会对 就是所谓的 creator economy这一块 就创作者自己的一个 来盈利的 都很有兴趣 但是咧 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等于是说 市场有 感觉就是好像现在 各种的派别 各门各派啊 当然有邪魔歪道 有直接是诈骗 都出笼了 那 AI结合 Bloachian 很多就变成了NFP嘛 头像项目啊 然后collectible 就是你要不停的去trading 这些 当然 我会认为说 他就是赌博啦 因为你买了 你生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决定了你之后 他的价格是多少嘛 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些人 就不以为然 但是 对我来讲 他就是这样啊 那 我就一直在思考 那这样还有哪些产业会存活呢 因为 刚刚稍早有提到啊 就是现在里 很多音乐 你现在 之前我们认为说 NFP可以厘清版权 但是 没有料到说 现在有很多 生成项目 也就是用 用AI做生成的 那AI模拟人生啊 或者是你直接就是 用像那个 CharGVT这种 你就直接讲说 我要 我要一首歌 我要结合像 We Can啊 或Marvin Gay啊 或者是那个 NN啊 他直接就做出来一首给你 而且还马上就走红了 嗯 这些就让我想到了 是不是我们音乐人的末日 要来了 还有就是 到底 AI以后会不会变得有思想呢 就是我们 因为其实说AI会不会有思想啊 因为《营益杀手》里面的Roy 在他被terminate 被retire 其实所谓retire就是 他要 他就是他已经利用价值 已经 已经 用完了 用尽了 所以人类就要追杀他 把他给 生命给结束掉 但他们不说是结束生命 就说是 让他退役了 就retire 那时候他就发表了一个 很有名的感言呢 他就讲说 我看到了你们 不相信我会看到的 就像是 所有的 一切都会消逝 就是每个时光都会消逝 就像是雨中的泪水一样 你 其实你这时候就在想 那到了这个阶段 那人跟AI的命运 已经绑在一起了 似乎我们 我们的灵魂 然后我们 到底我们是谁 我们为何要到世界上来 然后就 然后到 也许哪一天 XGBT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那就变成了 魔鬼终结者 Terminator 我们所有人类 就要被 被AI给 给终结掉 然后我现在已经 搞不好 我们已经在末日当中 不是 很多人都说 世界末日快来临了 也许我们已经在末日了 Who knows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 如果世界 这世界只剩几天 我一定要赶快去做 我没有做的事 就包含一下 开一个料理的美食频道 因为我小的时候 一个愿望是当dancer 但这个也没有办法实现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看 傅培梅的节目 然后我也喜欢 Masa Stewart 对我来讲那种 每天讲了 那种创意 然后还有那种 因为对我来说 任何那种美容减肥 都比不过 就是一道那种 香气四喷的 然后饱足感的 那种欲望的食物 更来的 让我觉得说 人生没有来过 所以我就在想说 好 无论如何 我现在要重启 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 我虽然上面很多科技的 科技啊 web3啊 区块链新闻 但是 我更多分享的就是美食 但是美食当然有更高的难度 所以有哪些产业 我们可以在AI跟区块链的夹杀底下 可以存活 我认为有几种 包含就是dancer dancer 我现在就算想去跳 应该没有人会想用我吧 还有按摩师 有按摩椅 但我认为说按摩师是无可取代的 因为这个就是在于 我去上了那个 一堂 一堂那个耶鲁大学的经济学 那个席勒大师讲的 未来不会被取代的行业是按摩师 因为按摩师 理法师 酒店公关 调酒师啊 你要有人跟人之间那种 面对面的那种 即时 即兴的那种现场表演能力 而且你会有那种 无法被机器取代的那种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 临场的那种 互动的那一刹那的感动 因为这种感动 就是你跟机器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OK 也许我不对 也许就快要 我们就是就连这些 我认为会存活的一些工作 也许有天也会被AI取代 但目前为止 在我看来是没有啦 还有就是我会认为说 你要及时去 尤其你Live 然后你本人现身去 去做一道菜出来 或者调一杯酒出来 这个感觉 就是你跟酒客之间的互动 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还包含你连你去个酒店 你每一个酒店的公关小姐 可能她跟你的互动也都是不同的 所以这种就是 人心跟心灵之间的那种契合 好 那就是这集先录到这里了 然后我也也会有 有YouTube的节目 大家也可以去看影片 就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喜欢我的节目 麻烦你就帮我按个赞啊 或分享给一些 喜欢这一类就是 像我的频道呢 还算是蛮轻松的啦 因为我也没有那种 要投资带你飞啊 或者是老师带你上天堂之类的 或者一夜暴富 但是我有蛮多 就是我蛮真实的一些 生活上面的分享 然后当然就是我最喜欢的 音乐 美食 艺术 然后当然也有科技 娱乐 谢谢收听 收看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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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